好 我們上次有講到一題 非常簡單的一題 我們一個圓球 這圓球分成兩半 一半加電壓加到V 一半加電壓呢 加到-V 我們現在將圓球啊 轉90度角 這樣子放 我們左邊呢 加到-V 右邊呢 加到正V 當中有一個很細的線把它結圓起來 心理球裡面跟外面的電位分布 我們上次怎麼做 我們上次就很簡單嘛 我將Z軸怎麼樣 這樣子擺 這樣子擺的話呢 以圓球座標Fy軸來看的話 Fy軸整個都是對稱的 我不管 比如說在這邊 我不管轉到哪邊都是V啊 都是-V 對不對 非常對稱 假設在下面 我不管怎麼轉 轉到哪邊都是正V啊 今天呢 我們要稍稍微啊 把它變更一下 嗯 這個畫的不好 我們把Z軸放在這邊 Z軸一放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Fy角是在哪邊 是在XY平面上面旋轉 這下麻煩啊 我從X軸開始轉了 它是-V 一直轉一直轉 轉到-X還是-V哦 因為右邊這塊是-V 一跨過 X軸 立刻就變正V 然後一直轉 轉到這邊 還是正V 不一樣啦 對不對 唯一一樣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這邊一再的講了這個條件 Fy角轉360度 我本來在這個地方 我轉了360度 又回到原點 當然要跟原來的一樣 只有這個限制而已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沒有辦法 將Fy的影響去除掉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說 哦 OK 因為上面沒有自由電荷 所以沒有任何 我們要討論的空間沒有電荷 那麼我們可以用Laplace來描述它 Laplace在球座標的展開來呢 直接呢 就可以卸上 我們就會是這樣 記住哦 這個地方是R平方sinθ 這個是R平方sin平方θ sinθ平方 OK 好 那這樣一來呢 我們就知道了 看到這個式子呢 我們就開始運用我們的什麼呀 變數分離 我還需要畫一次地圖嗎 還是不用了 應該不用了 大家走那麼多次都走同樣的方式 那這樣就好 OK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既然有這個equation 我們就把Boundary condition寫出來 Boundary condition有什麼呢 V等於0 什麼時候V等於0 什麼時候V等於0 要R趨勁無窮大的時候 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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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沒關係的時候 當然不受它的影響 對不對 第二個 V可能是正V或者是-V 決定於什麼呀 第一個 一定是在表面 R等於A 第二個 Fila腳呢 本來就是可以從上到下嘛 0到Pi 這個都沒有問題 最重要的是什麼 File腳 File腳要在哪邊 哪邊是正的 180度到220度 對不對 這當中才是 另外這個呢 前面完全不變 File呢 要領導Pi 這是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另外呢 在裡面求新的這個地方的 變位 一定要等於有限值 有這三個Boundary condition 這是我們的經驗 假設你不知道還要取什麼 你就先取一些算算看 不夠了再找 OK 好 所以我們有了這些之後 這是第一個式子 這是Boundary condition1 Boundary condition2 Boundary condition3 Boundary condition4 OK 好 有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來解 我們就let V R θ5 可以等於大R R 大θ 你看看我們是不是就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把這個定義為第二個式子 把第二個式子 帶到第一個式子 出於第二個式子 經過一段整理之後呢 那三個式子就跑出來了 抄一下吧 好 再來怎麼樣 好 呦 差一點 好 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 Sine Sida 對不對 再加上 再加上 等於零 還有呢 這三個式子就可以把它分解出來 其中這個式子 你要是不知道 我們不是說你要讓它等號的時候 不知道就給它等給α 但是我們卻知道 這裡面有個條件 我們一直還沒有列出來 φ呢 轉了360度之後 還要回來 這個條件一定會讓它要求 它的數值一定是負原平方的形式 否則你得不到那個解 這是我們的經驗 所以其他配一配就配成這樣子 那麼這樣一來 我們答案 我們答案 知不知道它答案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的R 先把它寫一下 A的RN次方 對不對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θ呢 pnm cosθ 它可以寫成這樣 φ呢 可以等於怎麼樣 c exponential-im5 再加上d exponential-im5 這是當m不等於0的時候 m要是等於0的時候 cplank 再加上dplank的φ 對不對 一定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三個解 分別的解 通通都寫出來了 2 這個叫3 這叫4 這叫5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看看 我們的條件怎麼用上來 ok 來告訴我們 它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好 我們一個個來看看 我們從第五個式子看看 第五個式子比較麻煩 ok 第五個式子比較麻煩 那我們來看看 第五個式子裡面呢 我們從這個boundary condition 這個叫boundary condition5 boundary condition5 它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這個φ轉移圈一定要回來 那這邊有兩種狀況 我們可以稍稍微做個判斷一下 好不好 那麼這個時候呢 它可以告訴我 以第一個式子來講 看來是exponential-im5 再加上dexponential-im5 要等於5 再加上2pi的時候 到底哪個在哪個附啊 隨便啊 所以呢 可以繼續整理 前面也可以寫出原來的 乘上 2pi m 對不對 還有m 2pi m 假設這兩邊又相等 它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2pi m一定要等於正負 一定要等於什麼 1 我看看 no 不能這樣寫 因為這邊有一個正一個負 所以我只能夠把它保留 把它寫在後面好 所以這邊有個exponential-i-m-2pi m 後面這個呢 稱之上exponential-i-2pi m 所以這兩個是多出來的 所以呢 這兩個呢 不管是正式負 通通都要等於1 這個呢 這樣才有辦法 那我們從 那我們從 Euler equation Euler formular 它告訴我們 exponential-i-θ 可以形成cos-θ 再加上 i-sin-θ 所以你要是這邊exponential-i-2pi m 正負 正負 是不是相當於cos-θ 正負2pi m 再加上i-sin 正負2pi m 我們要求這個 我們要求這個 根據這邊 一定要等於1 1是時數啊 沒有負數 所以後面這個一定要等於0 前面這個要等於1 那sin cos 很簡單嘛 sin等於0的地方 cos就剛好等於1啊 通話棒了一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知道 2pi m 正負2pi m 一定要等於什麼東西 等於什麼東西 整數嘛 要等於整數 乘上2pi 所以m就是整數啊 正負1 正負2 正負3 這樣一直下去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我們這邊就可以告訴我 這個解釋對的 m呢要等於正負1 正負2 正負3 正負4 這樣一直下去 但是呢 同時 下面這個 的case 下面這個case呢 它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c'再加上d' 'phi' 要等於c' 再加上d' 'phi' 加2pi 那是不可以選 c'再加上d'phi' 再加上2pi d' d' 是不是 這兩個 一定要相等 要相等的結果 d'就一定要等於0 沒有什麼 辦法 d'要是等於0的話 這邊是不是就等於c' 是不是 就等於c' 這是什麼時候 當m等於0的時候 所以上面這個是m 不等於0 下面這個是m等於0 下面這個是m等於0 但是呢 假設phi子跟c有關係 我們不能接受啊 為什麼 根據我們圖形剛剛的設定 phi怎麼會是常數呢 phi在這邊是常數 因為都等於-v 但到了另外一邊 它立刻就變成正負一了 兩個不一樣 它怎麼會變成一個常數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不合的 所以我們的解只能用上面 正負一正負二正負三 ok 好 那我們既然知道m是有這個限制 那我們現在呢 就像這幾個值 也就我們只取這個 這個這個 對不對 那我們很快的呢 我們這整個的解呢 馬上就告訴我們 我們r呢 既然你這邊有這麼多n 那r是不是有n個 a也有n b也有n 這邊有這麼多 是不是跟n跟m都有關係 這個跟m也有關係 所以呢 假設你把這幾個乘起來 rn θnm 5m 乘起來的結果 你得到的是什麼東西 是等於v的 nm 有這麼多種v 但問題是你要的是完整的v啊 你是不是把各種各樣的 通通做個什麼 排列組合 對不對 通通做個排列組合 我給他一個 呃 什麼係數 我這邊是用什麼 h h 我說每一個前面的係數都不一樣 叫做hnm 好了 我可不可以這樣寫 of course 我把它帶進來 整理一下 r是什麼 a的rn b的rn b的rn 加1 θ是什麼 pnm cosθ phi呢 有兩個 c exponential-imphi 再加上dexponential-imphi 到這邊都沒有問題啊 現在問題是 這邊還有好幾個係數啊 對不對 有係數的是什麼 我們以前未知數的係數都用 藍色 我再把藍色拿來畫上去 這個是未知數 這個也是未知數 這也是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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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想個辦法把它湊一下 我們把這個也把它沉進來好了 所以是不是我可以把 我看一下 這個 還有這個 沉起來 我把它叫做一個大歪 只不過呢 這兩個在這邊有重複啊 對不對 本來m呢我只能有 他有正負號 有正負號我幹嘛寫兩個 有正負號其實就只有一個了 畫掉就好了嘛 是不是 你要寫也可以啦 總之我們這個東西 是不是我可以把它定義成 YNM 只要係數把它條變一下就好了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前面 這個沉起來都是係數啊 這個是係數 這個也是係數 未知的係數 乘上一個 已知形態的係數 那還是未知啊 我管它三缺二十一 通通把它湊在一起 我把那些係數啊 通通叫做 這係數沉進去又是係數 所以我就只有保留這兩個 就好 沉進去的叫做Plant 後面呢 這樣就好 不過簡單 對不對 所以現在只剩下兩個係數 我們都不需要解決 所以這邊我就可以把它整個整理下來 這編號要怎麼編 一二三四五 六 七 七不就是我們解的形式的嗎 然後就里外把它帶進去算一算 答案就算出來了 快速吧 所以你只要把我們剛剛列出來 這些東西怎麼解 你只要能夠記得它是怎麼解 就解決了 你要的是怎麼樣去分解它 怎麼樣利用你所知道的 這些分解之後的解的形式 是什麼樣 有什麼特性 抓住了 就OK了 好那我們現在呢 開始來看看 裡面跟外面有什麼差別 在外面呢 V要等於0 什麼時候等於0 R趨勁無窮大的時候 這個是哪一個Boundary Condition 這是哪一個 第一個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 當R變得很大很大的時候 R變得很大很大很大 或者是這個變得很大很大很大 這個變得很大很大很大的時候 事實上這項已經差不多是0了 對不對 因為這個東西一定要收斂嘛 一定要收斂 它這個數值絕對不能無窮大 它一定要漸漸的縮小 要有限制 所以這個數值就不見了 就剩下它 那這個時候 我們是不是 A.N.Plunk 好 會不會求A.N. 它一定要等於什麼 0 會不會求A.N.Plunk 簡單啊 我再把剛剛那個式子 再寫一次給大家知道 A.N. 一样化呼噜 第八个四十 两边 这边竟然是 YNN YNM 我就乘上个 Y Nplung Nplung 然后呢 对它积分 Cosin是负一到正一 对不对 等号等于零的 这个积分 永远等于零 等号右边 是不是等于这个 Submission NNM ANplung R的N次方 NM Y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等于什么 你有这么多扇 没有用 只有当N等于Nplung M等于Mplung 那一项才存在 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看都不用看 因为这边等于零嘛 所以ANplung 一定等于零 会不会 完了这样子就不见了 所以是不是 我弄错了 哪边弄错 我不知道 因为假如ANplung 也等于零 那就没了 问题数在哪边 问题数在哪边 R趋近无穷大 V等于零 我们这边R呢 还是放有限值 只是很大而已 它会等于零吗 不会 所以这个条件 不是用在这个地方 这个条件 只是告诉我说 V我可以这样子写而已 所以后面的这些 都白算 根本就不应当这样做 它只告诉我 可以这样写而已 然后 我们再根据 下面的条件 V要等于A 什么时候 V要等于A R等于A的时候 V要等于 不不不 它有两个嘛 对不对 有两个 有Bundle Condition 2跟3 V要等于 正V 或V 负V 第一个 R要等于A Fida都可以 从零到 Pi 这没有问题 重点是Phi 一个是从 Pi 到二Pi 一个是从零到Pi 我们用的是这一个 所以就代表 这整个东西 它会等于 Summation NM A N Plant 位置数 RN R等于什么 A 那后面是Y N M Cosine Theta 5 这样才对 这个是第 刚刚这个是第八嘛 对不对 这是第九 我们第九个式子 就按照刚刚的做法 把第九个式子 后面乘上Y LM Y N Plant N Plant D Cosine Theta D Phi Theta从零到Pi Phi从零到二Pi 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 这样子一做之后呢 左边会等于什么 它有两个数值 第一个数值 比如说 负V的这个是从零到Pi 对不对 所以相当这边 久了这边有两个数值 然后这条件 就要适度的改变 所以第一个 负V的地方 你前面的积分 要从零 G到Pi 这边也是零到Pi 抱歉 抱歉 Cosine是负1到真1 负V 再加上Pi到二Pi 这个时候是真V 这数值可不可以解 可以 一插表 你的答案就会跑出来 然后右边会等于什么 A-N Plung 这个就是我们的位置数嘛 对不对 A的N次方 后面是什么 Y N M Y N Plung N Plung D Cosine Theta D Phi 这个等于什么 所以这个地方 只有N等于M的时候 才会存在 N等于N Plung的时候 会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得到个A N Plung 乘上A的N次方 所以N Plung 这个数值 A-N 是不是等于 这一大串 除以A-N 是不是系数求出来了 那里面的结就结完了 把外面的结就结完 里面呢 一样画葫芦 你就可以把它结完